OK 兄弟们大家好 今天的话给兄弟们解说的这个剑灰登下赛也是非常的精彩啊 郭无情的武装罐跟青春就该难的这个武装罐 这个应该也是雪山的一个武装罐 福战的武装罐啊 碰见也不能说平民玩家 就是平残的一个玩家 我们来看一下 武装罐打武装罐是不需要封人的 而且有医术的话是更加不会封人 就是给宝宝加分关 拼的就是一个宝宝的品质 我们来看一下对面福战武装罐 关战番的话要跟对面福战武装罐来拼一下这个宝宝的品质嘛 对面的话第三回合 出天下第一顺破阵 关战番的话也不惯对面臭毛病啊 对吧 你有顺机我有顺法 一般武装罐的顺法的话都是那种有高级敏捷的 下一回合的话可以加敌 就是现在没有0元嘛 我的意思就是说有高级敏捷的 下一回合的话顺法的话还能多出手一回合 比平常的宝宝要快嘛 武装罐的话选择封宝宝 你看没有 一般这这这这一种 风系的宝宝都是有高敏捷 这亲宝宝的这个节奏啊 我感觉两边差不多啊 前面四回合 打的好凶啊 反而是关战番可能有优势一些 关战番的话多了一个分关的宝宝 对面的话接了一把罗 有福战武装罐 跟平常的这个武装罐 打一把单挑 福战武装罐的话先怂 先接一把罗 关战番的话出了一个农工小孩 别跟我说打不过啊 对面的话 换了一个顺法 第八回合对面有0元 如果是敏顺法 对面可以给顺法加一把敌 关战番的话出了个宝宝 对面的话选择给前面宝宝解封 哇那这个 哎哟 关战番直接出杀人一批 蹦 应该是高鬼魂的杀人一批嘛 哇 关战番打的这么凶嘛 我跟你说 你们说一下 现在这个金灰弹掉塞真的 残龙卧活真的 就是 对面福战武装罐 关战番打的这么 这么拼 对面的话出了一个 隐功的宝宝鸟 关战番把我偷袭 讲道理来讲啊 就比赛到第九回合 关战番的宝宝全出奇了 关战番一边一把群秒 秒导郭无情 关战番的话要不要接一把罗汉 比赛第十回合可能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节点 哇 关战番 感知卡片一把封 一把对面宝宝给封了 你们 哇 这个武装怪有东西啊 高级感知卡片 把对面高级隐身 一把封印给封了 郭无情跟关战番 对冲 没有冲过 接了一把罗汉 万一对面宝宝有神 拉起自己 换季天天有一把罗汉 比赛的话 宝宝有神 武装怪封宝宝 宝宝是用不了药的呀 那关战番可以再拖一把酒 起一把塔 再接下一把罗汉 哇 关战番这个武装怪也打得好啊 以前没有见过 这个是我的问题 打得好 这个 这个号的话 就是跟 福战 号打一点都不怂 比赛的话14回合 咱们下集再见